常常機車隊伍騎士等得好無奈 滑手機殺時間 明明已經繳費要離場 但前面的車輛 卻幾乎都沒再移動 事發在1月2號傍晚 捷運蘆洲站地下停車場 民眾說因為車牌辨識系統 造成回堵 繳費的時候人先排隊 機車發動再換機車牌 出場緩衝時間15分鐘 但尖峰要等至少半小時 等輪到你就卡在柵欄前出不去 下班時間蘆洲站 捷運5分鐘一班 工作日5點半到7點半是尖峰 因為大回堵 管理員才緊急放人 全部不收費 但上班也有狀況 進場兩車道便一車道 排在馬路上很危險 還有人說2024開工第一天 因為遲到全勤獎金費了 我覺得出去用悠遊卡 進來的話用感應的 我覺得還可以 就我8點進來排了十幾個 以前不用排 以前下來就是兩邊 對此北傑回應 責程廠商改善 已經優化繳費設備程式 加速感應扣款時間 也調派人力順暢出場車流 另外評估是下班民眾到站集中 加上不熟悉新系統 但承認設備靈敏度比較慢 目前北傑收費停車場 一共有31處 其中淡水和劍潭站是北傑自營 其餘29站委外廠商出租經營 平面16處地下及立體15處 都已經更新為車牌辨識系統 只是盧州站停車場 有901個機車格位 民眾批評新系統 配套不夠周全 只希望北傑和廠商盡快改善 TVBS新聞尿聲 黃金瑞 新北市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